2021年1月10日星期日 欢迎收看光明新闻通 新闻开始让我们关心与冠病疫情相关的消息 自今年的1月1日以来 我国于短短的9天就累计71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已经直逼去年首9个月少于100宗死亡病例的记录 令卫生总监诺西山深感忧虑 他今日在推特发文说 他们非常担忧这个情况 同时也在推文中附上了医护人员穿戴个人防护装备 处理死者遗体的照片 他说处理冠病死者遗体并不容易 医护人员必须在高温天气下穿上完整的个人防护装备 因此汗如雨下直到葬礼结束为止 而在这之前 诺西山也坦承我国的医疗体系已经处于临界点 或者是面对现有的设施无法容纳病患的问题 另一方面 我国再有一名部长确诊冠病 这次是首相署经济部长穆斯达法 他是于昨晚证实确诊新冠肺炎 首相署经济部今日发文告指出 穆斯达法是于昨天从吉隆坡抵达哥达巴鲁之后 便前往进行冠病检测 并于昨晚10点30分被送往哥达巴鲁中央医院治疗 目前状态稳定 同样是冠病疫情的新闻 冰州首长曹关友担忧全国冠病确诊人数继续攀升 会使到州内现有的低风险冠病隔离中心不复使用 因此不排除既用学校礼堂或者是民众会堂来容纳低风险的病患 他指出早前有人提及如果学校没有开课 可以暂时将学校的课室或礼堂冲作隔离中心 但这个提议能否被接受 则需是卫生部与教育部的决定 他还说若联邦政府落实行动管制令2.0 冰州行政议会将安排推出冰州人民援助配套 来协助冰州人民渡过难关 另外全国首个在监狱内设立的冠病医疗中心 在运作狱两个月后 已经是在去年的12月31日正式关闭 这也意味着在监狱爆发的围墙感染群cluster danbo已经走入尾声 根据吉打州卫生局在脸书贴文指出 这个设在吉北波格仙纳监狱的冠病医疗中心 虽然已经停止为临时治疗中心的功能 但从本月起转型为低风险冠病隔离及治疗中心 换个焦点 由于担忧政府明天会宣布更严格的行动管制措施 许多民众也担心在管制措施加紧下 无法多人同时外出半年货 因此纷纷提前在昨天和今天采购 无论是巴萨或者是超市都出现人潮 本报记者今早就分别前往布朗蒂古斯 巴扬巴鲁及高渊成功花园巴萨 发现这两天巴萨人潮蜂涌 巴萨外排着长长的人龙等情况 据记者的观察 一些巴萨的鸡肉及猪肉摊位 这两天生意特别好 围着排队采购的人群源源不绝 而高渊成功花园巴萨这两天 有不少民众都来采购食材囤货 而猪肉是当中最抢手的食材 另一方面 超市一样是出现人潮 许多人都是拎着大包大包的年货走出超市 虽然有人潮但并没有出现大抢口的情况 今天的新闻给您播到这 感谢收看我们再会